屯马线宋皇台站和土瓜环站正式启用 带动附近楼价上升 九龙城有商户期望 新站吸引更多人类消费 但同时忧虑铺租越来越贵 加重经营压力 九龙城有不少特色餐厅 更有小泰国的称号 在宋皇台站出门后 走大约5分钟就可以拆餐镜 以前要搭巴士才对道路很远 在马鞍山 现在很快可以吃东西 可以不买东西 市乘搭屯马线 很久没有来九龙城 多了很多人 热闹了很多 人流明显多了很多 多了多少 起码两三倍 今天天早上都排队 我们都做到停不了手 但不是每间商铺都受惠 那些人多数都是走来吃多 你说要扣物 就不是说 受到通车效应带动 有地产代理说 近期多了人在新站附近看盘 其中在宋皇台站附近 一个柳龄17年的屋苑 一个大约500尺的单位 早前以大约940万卖出 上个月底通车日公布之后 同坐低几层的单位 成交价反而贵了50万 因为这区本身 已经是传唐的效网区 现在团华线 你想想 人们上班上学有多方便 所以即时令到租金上调了 土瓜环一带 现在又不少柳龄 至少50年的唐楼 铁路贯通 会不会加快重建和活化速度呢 反而某程度 会有负面对收购的行动 它会叫价格高了 如果你要贵商有收购行动 你一定要重建价值 一定比现有价值高很多才行 受到地契限制 九龙城这边 不少的旧楼通常只有三至五层楼高 要重建的话 就要补很贵的地价 学者就建议 由市建局出手协助重建 除了可以免补地价 也都可以避免项目太过商业化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K报导